王室爱情从来不缺美女与八卦 然而能突破宫斗巨画风 成为风流佳话的少之又少 今天要分享的这位女性 不仅征服了国王 还赢得了民心 她一生获过很多的头衔 莫尼克公主 莫尼列国母 亚洲王室最美王后 历经风云 仍笑容 不减芳华绝代 她是前柬普寨国王西哈努克的妻子莫尼列 更是外交界一颗璀璨的明珠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莫尼列原名保拉·莫尼克·伊齐 1936年6月出生于西贡市 也就是现在的越南胡志明市 她的父亲让弗朗索瓦 伊齐是法国人 来自拿破仑的故乡 科西加岛 具有法国和意大利血统 彼时 法国在东南亚大肆侵略扩张 急需外派人员前往殖民地工作 莫尼克的父亲便趁此出国谋职 最终将加安在了柬普寨 而莫尼克的母亲是一位出生在金边的华人 兼具柬普寨和中国血统 四国混血的基因加持 让莫尼克出落得美艳动人 良好的家庭教育 又培养了她典雅出众的气质 1952年当16岁的她出现在中学生选美大赛上时 瞬间惊艳四座一举夺魁 而大赛上给她颁奖的嘉宾 正是柬普寨国王 西哈努克 那一年西哈努克30岁 公开承认过的恋情已多达19段 怎么看都像是花心权贵邂逅纯情少女 凶多吉少 后来不少八卦传言 西哈努克与莫尼克邂逅于选美大赛 但事实上缘分在父辈那里便早早埋下伏笔 她家与我在金边的家挨得很近 与我祖父母诺·罗敦 苏塔罗亲王夫妇的家更近 从她一生下来我就认识她 那场选美之后 西哈努克开始对莫尼克展开热烈追求 并于1954年4月报得美人归 两人举办婚礼 莫尼克成为西哈努克的第六任妻子 本以为这会是莫尼克在王室家奉求生 艰难攻斗的开始 没想到不按常理出牌的西哈努克 却从此以后独宠一人再无二心 在牵手莫尼克之前 西哈努克是出了名的情场浪子 从舞蹈演员到表妹 可谓阅人无数为爱美女 1941年 柬埔寨老国王去世 年仅19岁的西哈努克被推上王位 王室为了稳固统治地位 积极牵线撮合 想让西哈努克迎娶前首相的孙女 来个强强联合 谁料西哈努克拒绝得格外干脆 对方不够漂亮 不能从命 年少轻狂的他笃信 演员与感觉 却未曾想过这次拒绝 为他后来跌宕的政治命运 暗中增加了阻力 不久 西哈努克遇到了他的心动女生 芭蕾舞演员干货 爱情之火顺时烧光了一切阻碍 西哈努克将干货带回王宫 很快生下一儿一女 乍以为干货拿的是灰姑娘剧本 可爱情的龙卷风还没有把它刮上王妃之位 便先吹来了一纸修书 原来王室布满干货的低微出身 西哈努克又恰好在此间邂逅了新欢 权衡利弊只好委屈干货 两人在1943年黯然分手 之后西哈努克无缝衔接了一段又一段的恋情 女主惊人相似 年轻且漂亮 西哈努克先是在1942年娶了彭山莫尼公主 这位出身超级符合王室期待 按辈分还算是西哈努克的小姨 两人做了九年的夫妻 并共同育有七个孩子 中途西哈努克又看上了彭山莫尼公主的妹妹 莫尼盖山公主 索性也娶回家成为她的第三任妻子 可惜这位莫尼盖山公主随后遭遇难产 在宝大还是宝小的抉择上 为得到上天眷顾身死产房 留下一位小王子 1949年西哈努克赴老挝万象出差 一场舞会横生出另一段姻缘 万象之花马尼碗的倩影 开始在西哈努克心里挥之不去 几经求取西哈努克愣是将他带回了柬埔寨 遗憾的是三年后 这位能歌善舞的美人 在政治动荡中失踪无处寻觅 1952年 也就是莫尼克选美大赛获奖的那一年 西哈努克还迎娶了自己的表妹诺罗敦 诺利亚公主 当时这位表妹 一位人妇 在一次探亲中 碰到西哈努克 四目相对爱意 四起 于是就不管不顾为爱奔赴了 等到西哈努克宣布娶莫尼克的时候 舆论都不太抱希望 准备坐等第七任新妻子的出现 可莫尼克恰恰成为了西哈努克风流情史的终结者 自从与莫尼克结婚后 西哈努克便渐渐疏远了其他几位妻子 有人说 莫尼克是凭借清国之冒艳压群芳 赢得了国王的爱 但西哈努克却说 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为人谦虚举止 稳重很有教养 聪明伶俐 再加上高贵的品质 结婚后不久 西哈努克将莫尼克封为莫尼克公主 带着她频繁出席国际外交活动 其从容的气度 典雅的一态 无不给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始于颜值的心动 最终揭化为对才华 人品的折服 在随后的几十年政治波当中 无论是流放海外 亦或遭遇软禁 莫尼克始终陪伴西哈努克左右 不为艰险奔走相扶 西哈努克虽然在情场上风流放纵 但在政治上却颇有魄力与野心 从19岁登基开始 他便立志要谋求柬埔寨的独立 19世纪中期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 二战期间又被日本占领 1941年法国 日本背后操刀签订 关于柬埔寨国土的新条约 将柬埔寨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泰国 柬埔寨老国王莫尼望眼看国土沦丧又无能为力 郁闷之下一并不起撒手人寰 西哈努克就是在此等情况下被曹操推上王位的 而选中他的还不是王室自己人 而是背后弄权的法国殖民政府 柬埔寨王室众多王子皇孙 为啥偏偏是西哈努克 理由很是微妙 其意他的父母分别来自柬埔寨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王室 选他能平衡内部争端 其二他年轻便于百步 明眼人看了都懂 法国人想让西哈努克当个听话的傀儡 然而从小接受西方教育长大的西哈努克 却让法国人失算了 他带领柬埔寨人民 利用多种政治手段据理力争 于1953年和平驱逐法国殖民者 赢得了柬埔寨国家独立 独立之后的柬埔寨 一度开启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对内发展经济推广教育 对外保持中立于强国冷战中夹缝求生 在老一辈柬埔寨人记忆中 1953-1970西哈努克执政年代 相对算得上岁月静好 这期间 莫尼克也于1953年生下了大儿子西哈莫尼 1954年生下二儿子诺琳达拉邦 其中西哈莫尼就是从父母亲民自个截取了一半 西哈莫尼足见婚后 夫妻二人的恩爱 然而平静地湖面之下 暗潮正汹涌波荡 1970年3月西哈努克外出访问苏联 首相朗诺在美国支持下 趁机发动国内政变废除了西哈努克 进退两难之际 莫尼克坚定地陪伴左右 并建议他转到前往中国寻求帮助 在中国夫妻两人不仅受到热情接待 还获得了中方的政治支持 周总理笃定地告诉西哈努克 你依旧是国家元首 我们不会承认其他人 之后 五年西哈努克一直暂留中国 建立柬埔寨流亡政府 不断在国际奔走 寻求归国契机 1975年朗诺政府垮台 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全境 此间西哈努克曾选择与红色高棉联手 号召柬埔寨人民加入游击队 反抗朗诺政府的统治 然而朗诺政权倒下之后 百姓并没有等来热切期盼的和平 随之而来的 使红色高棉的血腥清洗 多达200万柬埔寨无辜民众 因过劳饥饿或遭处绝而死亡 当西哈努克在北京接到红色高棉政府的邀请 想回国东山再起时 莫尼克就十分警惕 没有在国内斗争中输出主要力量 却能享受斗争果实 红色高棉愿意做这等的好事吗 尽管深知前路艰险 莫尼克还是义无反顾地陪西哈努克回了国 不出所料红色高棉的专制镇压 与西哈努克的理念背道而驰 波尔布特并没有给他实际的统治权力 反而十分忌惮他的影响力 直接将他软禁在皇宫中 只允许莫尼克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宫中相陪 更令西哈努克感到绝望的是 自己被软禁期间 儿孙们一点点消失 先后有五名子女和十四名孙辈下落不明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密切监控 甚至会因为说了红色高棉的坏话而被断粮 遭遇如此窘境 莫尼克从未有半句怨言 始终默默与西哈努克共同承担着 红色高棉的高压统治最后被越南的入侵 打破 为了谴责越南守护政权 红色高棉领导人于1979年找到西哈努克 希望他前往联合国寻求生源 由此西哈努克才得以带着莫尼克 及两个儿子逃出柬埔寨 再次开启流亡生涯 之后的十多年西哈努克一直住在中国 作为流亡政府的首脑 持续为柬埔寨奔走呼号 直到1991年11月 饱尝流亡之苦的西哈努克才再次带着莫尼克重返金边 二度出任国家元首 回国当日数十万柬埔寨人民家道欢迎 曾经的后宫加厉 只剩下莫尼克一人生死相依 1993年5月柬埔寨宣布恢复君主力限制 西哈努克被公推为国王 在9月24日的登基典礼上 西哈努克激动地看向莫尼克 这是我19岁时加冕成为国王的地方 想不到是隔52年之后 我还会重演这一幕 沧海桑田跨越几十年的政坛风雨 再回首西哈努克多么庆幸 自己遇到了莫尼克 这位妻子 战友 陪护 大使 随着西哈努克的二次登基 莫尼克也多了一个新身份 莫尼列王后 莫尼克是法国名字 西哈努克赐给了妻子一个新的柬埔寨名字 莫尼列 一位智者中拥有最大智慧的人 晚年时期的西哈努克患有糖尿病 心脏病 高血压等诸多病症 渐渐开始淡出公众视野 后继之人会是谁呢 在西哈努克众多儿子中 最有执政欲望和实力的 要恕他与干货的儿子 纳拉列亲王 但诡诀的政坛竞争者 却一次次地阻碍他 在2015至2018年间 纳拉列亲王莫名出了三次车祸 重伤到坐轮椅 最后 于2021年在法国病故 也许生于帝王家未必是姓氏 2004年西哈努克宣布退位 并将王位传给了他与莫尼列的儿子 西哈莫尼 西哈莫尼自幼热爱舞蹈艺术 性格温和 从不过问正式 在接到父亲指示后 孝顺的他还是痛下决心 结束远在法国的舞蹈事业 只身重返柬埔寨 接过了沉重的权杖 2012年10月15日 西哈努克在北京 病逝 给柬埔寨划上一个时代 句号 刘莫尼烈和儿子杰利 支撑示威的王室 而今步入人生暮年的莫尼烈 虽然年事已高 却并未彻底退出外交舞台 因为西哈莫尼国王 至今未婚 在出席各类重大活动时 尝试莫尼烈 陪伴儿子左右 在柬埔寨人民的心里 莫尼烈已然成为一个传奇 从眉目如画的少女 到知性优雅的夫人 再到受人敬重的太后 莫尼烈不仅赢得了 西哈努克的爱与尊重 更彰显了一国之母 在时代动荡中别样风采 她的人生引人主目的 远不止京士荣颜和国王独宠 还有见过繁华 宝经流离 又重返高位之后的淡定和谦和